屏東縣民公園浙江旁的大草原 在15號晚間舉行山海樂章啟用典禮 現場以山海光為概念 將屏東的意象凝縮於作品 再透過光柱展現大放異彩 縣長潘蒙安出席典禮時也提到 縣民公園原本是破敗的倉庫 經過多年努力還有藝術品的點綴 才深受居民喜愛 接下來還要逐步邁向國際 希望讓世界看見屏東 五彩繽紛的金屬玻璃柱 有熱情奔放的橘紅色 清新亮眼的綠色 還有神秘的藍紫色 高高低低顏色交織層層堆疊 在黑暗中綻放光芒 也代表屏東的山海樂章典禮 正式開始 三 二 一 山海樂章正式起用 縣長潘蒙安到場一同按下按鈕 替屏東宣明公園 這些美麗的裝置藝術正式啟用 揭開許幕 過去從農業社會到工業時代 不但讓有台灣第一座的共農公園 也有把原來閒置的倉庫 變成策展中心文創園區 15號晚間共同見證著歷史性的一刻 成果實在得來不易 從原先的台塘只將廢棄廠經過多年努力 推變成現金的屏東縣民公園 也獲得當地民眾讚許 它本來是個廢墟 然後把它一個大改造之後 幫助到當地的屏東縣的縣民 有很多活動的空間 這次的藝術作品也別具意義 以設計原理以山海光為概念 融合海洋北大武山 象徵屏東當地孕育的大自然 再結合代表四季的音樂 更榮獲國內外藝文及設計大獎 共13座 吸引不少民眾前來觀賞 未來將固定在每晚6點到10點 演奏樂曲 就盼這座公園全新的樣貌 逐步邁向國際 讓世界看見屏東